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评价 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 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小道表现得非常好 这金小道一出 果然逼得蔡英文没有马回首 也有些人认为觉得说 这个不知道金小道在做什么事情 反而凸显出了这个蔡英文的表现 这个理性论证的一个态度 是美国人比较欣赏的 究竟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来好好的评论 那么另一方面 蔡英文这个提到的所谓台湾共识 在最近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今天马总统正面回击 他说这台湾共识一款 还拿起来是买一间预售屋 蔡英文说我们要买一个 很理想的房子 但马总统一问说 这个所谓理想的房子里面 究竟有什么 几个卫浴 房子怎么去 里面空空没东西 那是这样 台湾共识如果经过大家 这个不断的讨论 然后行诸于大家的一个共识 接下来再跟中国来进行对谈的话 这个过程很多人在问的就是说 这整个邻居的过程 如果说蔡英文真的动算 四年的时间 能不能够来得及推出一个 凝聚一个所谓的台湾共识 如果不合适时 台湾要继续政策时 是不是这样就不合适了 面对这蛮多的质疑 甚至今天 有人直接问就是说 那中华民国的宪法 不就是台湾共识吗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 那么最近有点参议 我们看到这个自由时报的最新民调 发现了这个 这个苏嘉全出现之后 这个英家配稍微小幅的领先了 马英九总统的马吴佩 这该怎么解读 那么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可以发现的就是说 这双方其实真正是无数 民进党第一次在这个 一对一的选举当中呢 可以跟这个 在这样一个大型选举 可以跟对手逼得这么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民调过程 是不是显示这个执政者 现在要继续连任 有相当的危机 最近大家国片复兴运动 其实人家去电影 我去电影的时候 我没看到电影 就看到一个预告片 就是这个文建会所举办的 这个百年 跨百年 要来单车环导的这个行动 我看这个单车环导的这个画面 马上让我想起过去 牵手护台湾的画面 很像的 人家说金浦中金费拷贝 金账要拷贝 这个单车环导 看起来也是又有这个 牵手护台湾之风 骑单车感觉锁定的呢 比较是手投足 我就在那里想了 在牵手护台湾开的钱 开的钱是守护台湾大联盟 自己去借的 民间自己买便当 就有人来牵手 买茶水 都是自己出钱的 那么这个单车环导的行动 钱是谁人出来 我来查一查 结果发现说 第一次拨的招标 两千 七千多万的预算 而且不止这七千多万 还可以往上提到将近 再加两千多 话句话说 国民党用公筒 办这个单车环导 跨百年 两个礼拜之后 马上进行选举的这样子 拷贝 牵手护台湾的活动 花的都是人民的公筒 有得力吗 我们稍待会要好好地来讨论 好 我们来先介绍 与会来宾国民党立委 刘淑雷小姐 惠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 余美美小姐 惠美好 大家好 新台湾国策质库的执行长 罗志珍先生 惠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梁文杰先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律师徐国伟先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闻一会再来看 从美国来回来的最新消息 这个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 访美行程 现在到纽约 超过八百名的台桥 热烈欢迎 那么一起来看看最新的现场 中国民运人士老早就来等蔡英文 纽约法拉盛好久没有这么大场面 连纽约警方也派出制服远景站岗 洞钻声 洞钻声十分钟停不了 敲包抢着握手 看到小英场面失控 蔡英文到纽约 勿款餐会八百个位置 全部都卖光光 而且餐券最高一张是2500块美金 小英旋风真的吹到纽约来 前两天蔡英文访华府 同样掀起政治旋风 华盛顿报纸跟着报道 美国总统欧巴马 拒绝出售F16战机给台湾 外界质疑难道蔡英文的败跪 起不了功效 不尽其可能的满足我们防御的需求 那么这是我们基本的立场 那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在华府 跟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单位 跟不同层级的美方的官员 所表达的立场 华盛顿金融时报也报道 美方认为蔡英文赢不了2012 我们议员不知道这个所谓金融时报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官员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 他所说的代表的是 这个欧巴马政府的立场 报道传言一一回应 尽管呈现不同声音 但蔡英文动向 已经连国际媒体都开始锁定 三立新闻杨秀金王彥均 美国有约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几个讨论的焦点 这个军购F16的CD军购延宕 已经确定破局了 那么破局的原因就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 但是前几天三立新闻追踪到发现说 我们要买军购 特别是在飞机 居然预算只编了200万 这200万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陆委会最近要开始 整个陆委会的这个内容要上脸书 他光脸书的这个招标费用 就花多少钱600万 他光脸书 我们自己也有开脸书 我们自己开脸书不用花钱 那如果会那么多职员 可不可以变一个到两个来专门经营脸书 或者是他们工忙之余来做脸书呢 也是可以啊 不用花钱啊 他们光是这个经营脸书都花了600万 现在安台湾跟美国说 我去买200万 我想说 我刚刚还跟这个罗教授问一下 200万是美金白 哪有可能台幣 说新台幣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美国人是不是觉得说 我们在侮辱他们 是不是这种的前行 来看 这个这次蔡英文 他到美国来进行选举 上个礼拜我就说 我要是蔡英文一定很气 规划的这么完善的行程 突然金小刀突然杀出来 那么最近有蛮多的讨论了 我们再来看两篇评论 大家来比较一下 向公文靠得力 来小刀切菜伤手 金普聪此趟美国行 战术上要干扰菜 就如苏贞康所说的 他真的是来乱的 小刀出鞘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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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小鹰 不过平心而论 金没有占到便宜 反而被人挖苦 活向危机解密 里面美国人对他讲的 港剧小混混的评价 其实金普聪口口声声说 想要检验蔡英文 但不在国内检验 却大牢圆绕了半个地球 跑到美国去骂蔡英文 给美国人听 说什么都很难展现 自己是泱泱政党的风范 毕竟总统是 选总统是台湾人自家的事情 内政不同理念 有其必要放大到 有其必要放大到 一路苦苦纠缠 从台湾追到美国去吗 美国是民主国家 会欣赏的应该是蔡英文 这种就事论事 阐述政策的领导者 而非昨天 而非天涯香水的导弹者 这是苹果日报的看法 来看 中国时报的看法 海外菜刀会 选战火线交锋 来 金普聪 自己说金普聪 就算发言不当 也是金普聪的责任 终究不是马英九的发言 包括金普聪大谈两岸问题 诸如马英九连任后 是否访问大陆 是否签署和平协议 让总统府连发七次新闻稿 澄清和否认 都只证明一件事 金普聪成功主导议题 不论引发何种效应 马英九都还直在防火墙之后 金普聪没有任何的党公职 讲了任何话都可以一句 这是我个人意见带过 他能负的最大责任 就是持续竞选办公室的CEO 然而这个职务 只是阶段性的任务 不必等到520 明年元月中旬大选就结束了 就算最近民进党发言人 梁文杰常常讲的 所谓的密友政治 对外界质疑 马金体制或是密友政治 这些批评已经从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开始 就如影随形了 杀伤力有限 社论是这样讲的 说不要紧 金普聪怎么办 你自己的事情 如果加分是加到马英九 扣分是扣到金普聪 有这样不过吗 来 罗教授 虽然说死猪不怕滚水汤 反正大家认为金普聪就是这样子 一个角色 但是蔡英文跟金普聪去访美 高下立判 蔡英文跟美国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什么 我现在已经跟美国了 我要沟通和对话的对象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人 所以所有金普聪对他的批评 他都不回应了 所以说你想想看 金普聪在每一场 通通骂蔡英文 批评蔡英文 批评反对党 而不是说把真正心放在 如何跟美国来沟通和对话这边点 所以你看 美国的同样是到美国访问 没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蔡英文是很负责的 作为一个反对党的主席 作为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他要向美国说 我们需要什么 国防 我们需要提升台美的关系 我们需要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台湾比较重要 金普聪 不就好赞 蔡英文说需要国防军购 需要F-16的时候 美国如果没有吐功 你编200万台币是要他买的 所以金普聪这次去 金普聪这次去 有没有宣誓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 一个单独的个人 不代表马英九 但全台都知道他代表马英九 有没有公开宣誓说 我们希望美国 F-16 CD不要给台湾 一句也没说了 这台湾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把时间都在买 刷英文 所以我刚才说 他的目的是要抢版面 抢版面说你看 在哈佛大学演讲 你偏偏在 刷英文演讲前两点钟 也去跟人演讲 在Q&A的时候也是再一次 买刷英文 所以他copy的手法 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刚才我们有说 一开始就说了 跟年代的时候 有个版材 全台湾骑脚踏车 环岛 打第一个反应不只会 我相信专台湾收入的观众 听到这个活动 第一个想到 这个卡比民进党 两千块四年 首先是赴台湾 其实我给大家报告 所以我给金埔充 取了一个新外号 他不是金埔充 他是金拷贝 对啊 不对 应该叫 真会拷贝 应该是金贝勒 以拷贝为乐 但是我给大家报告 有得力 金埔充所有选战的策略 一早跟今晚都一样 就是 对象做啥 他就做啥 他甚至可以放大 事实上 我想很多民进党的立委候选 都注意到同样的现象 我们这边把银摇败 他就把银摇败 我们这边把银摇败 他就把银摇败 事实上他又拿公家资源 这一点我是觉得 最不能忍受的 对象现在看到很多 不止这段所谓的年中的 这个 脚踏车 环岛 大家看 今年都是建国一百年的活动 太多了 所有的活动本身 很多都是邀请国民党的好选人去 这两天你们看到 台中附近 所有活动 都是用这个政府的资源 公帑 党外党 然后夹带 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说 所有的活动 包括几年一百年的活动 很多都是这种 准备好 要花建国的钱 来替国民党做算 所以这种党政不分还好 还是说拿公家资源 这种行政不中立的情况 我认为监察院 那个所谓监察院长 监察委员 真的是我们检调单位 应该真正去查 我觉得这个社论 有一段没得理 说反正出去付一个 扣分是扣金浦冲的 加分是加马英九 防火墙就是这在那里 哪有那么好打的选战 所以我这个具体建议民进党 这个马英九 如果还要去哪一个国家访问的时候 你就请柯建民组一团 他是团长 但是实际上 主要都要让徐律师去部 反正你现在发言 你还负责任 你也让我命不怕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没有 金浦冲的全家 因为他是用国家的资源 在整个资源支持 金浦冲的这个团 你们又只有便当吃 连蔡英文去都只有便当吃 所以说 譬如说现在马英九 要去日本方面假设 我们要去亂 我们没有行政系统资源 我们哪来 我说我不好意思 马英九今天要到哪里去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蔡英文在美国要到哪里去 马英九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活动里面 总是要跟侨胞见面 侨胞里面他插两个进去 要来几点来 清清楚楚 他要代表处 我们办事处 你查查的都会有 我们去 我们是要去查 我们没有去查 所以我告诉他 这是我们用行政资源 违反行政中立最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政府总是去乱的 乱 我说政府今天说 美国人对他来乱很清楚 所以记不记得昨天大话 今天下午我们也特别提出一点 对 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简报里面讲得多清楚 人家记者问说 国务院的发言人问他说 这问他 台湾来了两团 你们的有什么评论 人家说有两团吗 没有啊 我们只看到一团 那一团就是蔡英文 还指名道姓 有什么 人家就知道金普充名不正言不顺 他这样侮辱到我们立法院的副院长 不是副院长的规格去 居然说 只有一团 我觉得曾永泉要马上抗议 副院长自己要出门之前说了什么 我是人形看板 我是看板而已 我只要拿去人做做背景的 人形看板要吃饭吗 你没看他吃饭经费多少 都是公堂 这是公堂 这就是行政又不中立 我说一句 我们在波士顿 在哈佛大学演讲请问一下 曾永泉头到下 有说了一句话吗 奇怪 他是团长 结果英国是金普充的英国 金普充是什么 还可以Q&A是金普充回答 不是你还用副院长回答 怎么有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 他在那 翻桌我回来 他目的就是要把蔡英文拦 你说台湾共事 他就说什么预售屋 预售屋我现在 谁说的 不不不你别人叫出来说 马总共讲的 是啊 你别人叫出来说 预售屋 你说的 我现在跟你说 这不是预售屋 这叫食品屋 等一下 实际上我再听你讲 我们来请教一下文杰 就是最近的这个新闻交锋里面 你也是很辛苦 做了不少功课 发了不少言 你对于这个 国民党执政党 对你的这个回应 你怎么会想做 老实讲 在这次蔡主席出访之前 我们可能还有点 稍微小担心一点 因为在国外的行程 因为他都是 很多是官司的拜访 而且除了跟侨界会面之外 跟哈佛大学的演讲之外 很多是跟这个国务官员 等等的讨论 所以你说在造势上面 其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过说 这个蔡主席出去是为了造势 他其实很多是去做工作的 但是后来想不到金辅冲这样的去一搞 反而它变成是一种双方的选举的对决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从上个礼拜 礼拜六开始的话 这两边的就隔空喊话这样杀来杀去 我觉得对于其实选举 最怕选情冷 最怕没有话题 那反而是 我从头这样看下来 我认为反而是金辅冲给我们民进党制造了很多很好的话题 反而在这个礼拜之中去位重生 而且在这个礼拜之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就跑出来了 其实当初金辅冲去的时候 很多媒体还没有发现到说 金辅冲去到底有什么不对 后来我们拿他行程一看 原来发现他可以召见 这个有帮助联合国大使来开座谈会 然后他居然可以去 去这个会见这个国务院的官员 等等这些都是很出格的事情 但是 总统背书说没有啊 许丽丝刚才讲的 其实美国国务院都很清楚 他不认为金辅冲 你是真的来找我国务院沟通的 因为对国务院来讲的话 我在台北AIT 已经早就每天在跟你金辅冲 跟你外交部等等官会的人 都有在沟通嘛 所以他其实根本不太需要说 你金辅冲特别来美国 所以那一天这个国务院的住亲 Campbell在约见金辅冲的时候 他完全是私人会面 在国务院的是基本上 不把它当作一个正式行程 所以Campbell他的会面 其实他也没有去 在国务院里面做内部的系统通报 所以国务院的发言人 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金辅冲来这件事情 所以国务院发言人 他说只有来一团 蔡英文这一团是因为 我是认为他知道 他是把它当作不知道 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 对国务院来讲 你金辅冲来 可能就是你国民党自己来 这边办活动 他不认为说你是来拜访我国务院 所以对国务院来说 只有蔡英文 而且他是 我是这个东亚住亲 跟副国务卿 我两个一起接见你 所以这个在他们来说 是正式的规格 所以我们这样看下来 就是金辅冲 他基本上就是去搏版面 但是这样搏版面搏下来 我们大家就看到说 所谓的马金体制 金马体制 这个问题又浮现出来了 金辅冲他到底是代表 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其实我们不是从选举考虑去批判他 因为真的是金辅冲他讲的一些话 确实他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譬如说他讲签两岸和平协议这个问题 就有很多大陆那边就打电话来 我们台湾很多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 他们就在问 金辅冲这个话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他代表什么 马英九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是不是马英九连任之后 就真的要这样做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两岸关系里面最怕的是说 对方对你的期待过高 可是到时候你钱又拿不出去 支票无法兑现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前一阵子那个危机解密里面 王毅就讲了嘛 那个中国大陆的王毅 他就讲就是说 我们给了你马英九这么多东西 你什么时候给回我们 那现在可能中国大陆那边就认为说 马英九可能真的要给我们什么东西 那所以我们在猜说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说 马英九真的想用政治协商 作为这个 因为现在双方选情很紧风 马英九这边真的需要中共给一些帮助 所以接下来 是不是马英九他心里就盘算好了 他用接下来的政治协商 然后去换取你中共在这方面的支持 前几天我们又看到台气联 台气联他准备要用这个便宜的机票 来给台商回来 给他们台气联的会员回来 而且是相当便宜的机票 他等于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一张大概是九千块钱 对 那这个钱是谁出的 如果是台气联出的 我们再次强调台气联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停马后援会 所以你后援会的这个系统来出的钱让人家来 我们说包游览车投票都是买票 包飞机投票当然更是买票 如果这个钱是中共出的 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我有问啊 因为台商没有跟我说啊 说我现在出销的一定会回到的投票嘛 我说机关 这纸到在下人出的 你有查清楚 就是阿庄那里出的 还是说台湾那里出的 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 反正有人把他们出销的机票 当然是回回了 但是当然民进党也不用太烦了 回到下人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啦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